培养孩子情商 用故事给孩子最好的启蒙 这里是由酷吻音乐独家播出的 精选儿童成长故事 欢迎点击订阅 嘿小朋友们好 我是诚意哥哥 今天要跟大家讲小苍儿的故事 苍儿是一种带刺的植物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如果不知道的话 先按下暂停 叫爸爸妈妈上网 给你找一找苍儿的图片吧 好了 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 阳光暖暖地照在山坡上 一阵微风吹来 蒲公英打开它的小伞 顺着风慢慢地飘了起来 蒲公英带着鸟挪轻盈的舞步飘远了 苍儿看呆了 他想 要是我也像蒲公英一样 拥有一把 可以让自己自由飞行的小伞 那该多好啊 又一阵微风袭来 蒲儿趁着风力动了动身子 可是他并没有挣脱出来 他有一些忧伤 又有点生气 妈妈 我为什么不能像蒲公英 那样去远方呢 蒲儿妈妈笑笑说 会有小动物 把你带到远方的 你不要着急 蒲儿看了看自己 长满了刺的身子 很是忧伤 身上长得 这些刺多丑啊 谁肯带我到远方呢 要是没有这些刺 一阵剧烈的狗叫声传来 一只野兔 没命地向它们冲过来 一只猎狗在后面紧追不舍 野兔和蒲儿擦肩而过 猎狗迅速地追了上来 不好 小蒲儿挂到了猎狗的身上 猎狗带着小蒲儿 拼命地追赶着野兔 呼呼的风声 不停地从它们身边掠过 小蒲儿有些害怕 只好把身上的刺 紧紧地勾在了猎狗的毛上 野兔最终还是逃掉了 猎狗生气地咆哮着 它恶狠狠地用爪子蹭皮毛 试图把蒲儿蹭下来 小蒲儿更害怕了 只好死死地勾紧猎狗的毛 猎狗实在没有办法了 多亏主人及时赶到 才替它取下小蒲儿 挥手一扔 把小蒲儿扔进了草丛 春风吹醒了大地 一株小蒲儿 微微缩缩地 探出了嫩绿的小脑袋 这不是它梦想中的远方吗 小蒲儿忽然想起 以前妈妈说过的话 她终于明白了 许多我们不以为意 甚至厌恶的东西 可能是我们身上最重要的东西 小蒲儿使劲挺了挺身子 开心地笑了 小蒲儿 小朋友们 每种植物种子 都有自己的传播方式 小蒲儿羡慕蒲公英 有漂亮的小伞 嫌弃自己身上 长满了难看的刺 却不知道这些刺 正是它去向远方的好东西 不用羡慕别人漂亮的外表 因为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长处 小剑